MD推出了Zen 5架构的新一代Ryzer 9000系列处理器 随时配套的也含有全新的800系列主板 当中的X8701与X870主板则会率选于9月30日推出 而在我手上的这一块就是来自ROG的Streets X8701-E Gaming Wi-Fi 这边先来一个简单的总结 这块ROG的Streets X8701-E Gaming Wi-Fi 我个人觉得比起上一代的Crush X6701 Hero还更为优秀 但受限于芯片组的功能 所谓的优秀其实也就只有那么一点 当然主要的锅还是来自AMD本身而回ROG 那么废话不多说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主板体验评测 外包装的部分还是采用了主传的红黑配色包装盒 这个配色也用了非常多年了 里头除了主板剩下的配件与正品包含了Wi-Fi鲨鱼群天线 两个SATA数据线 一包扎带 额外的M.2配件 以放ROG钥匙扣以及ROG信仰天使和简易介绍书 一般来说除了Wi-Fi天线以外 其他的我多数都不会用上 所以这个配件内容我个人觉得没太大的影响 不晓得你们是怎么看的 接着就是主板本体 外观设计相比起上一代的S6701-1 我个人觉得这次的设计更加好看了 整体设计更贴近大哥Crush Xero一些 一体式IO挡板的设计也更加圆润耐看 挡板内也带有败家之眼的RGB灯效 同时依旧在主板供电处采用了热管散热 散热能力依旧不用担心 供电部分采用了和Crush X670-1Hero完全相同的方案 都是18加2加2加2项的供电组合 供电用料一样是SIC850A每项110A电流 PW控制芯片也同样是来自英飞林定制的ASP2205 这道方案带Ryzen 97950X完全不用担心 而待会也会给各位测试搭配Ryzen 99950X10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ROG在记忆体内存插槽设计做了非常大的改动 采用了全新的Network Pad D-Ren Technology技术 通过更短的引脚来优化主板的信号路径 从而减少了不必要的噪声与干扰 最终让记忆体内存的传输信号更加稳定与流畅 确保了与CPU之间能够达到更快的数据传输 而从ROG官方的宣传演示 据说可以有效提升记忆体内存频率上限达400MT每秒 同时记忆体内存插槽的固定稳定性也提升了57% 有效减少外波因素导致记忆体内存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这下Network Pad D-Ren技术是涵盖所有ROG S870系列的主板 而算是与S6701系列主板差异最明显的一项功能与体验 除了这部分 ROG S870-1-1相比起上一代 在IO接口与PCIe扩展部分也有明显的改动 前置IO接口部分除了常规的20G USB-C口 与5G的19bit USB 3.0接口以外 在下方还额外提供多一个5G的19bit USB 3.0接口 持平上一代的QROSX S670-1 HERO 后置IO接口部分则是比起QROSX S670-1 HERO更强一些 同样提供HDMI 2.1接口以及一组新模重置与BioFlashback按钮 而在USB接口规格与网络接口部分 Series S870-E均比QROSX S670-1 HERO更豪华一些 一共给到了13个USB接口 其中有9个10G的USB-A口 一个10G USB-C口 一个20G USB-C口 以及两个40G的USB-4全功能接口 USB-4接口是通过销售的ASM4242控制芯片提供的 而20G的USB-C口则是采用RTX54361控制芯片 网络接口部分给到了一组RT18126的5G有线电口 无线网络则是联发科的MT7927WiFi系无线网卡 并且也采用了全新的解益快拆天线的设计 唯独音频接口是缩减到的三个 但还是保留了数字音频接口 接着是PCIe扩展槽部分 给到了一组PCIe 5.0x16的显卡架构插槽 以及一组PCIe 4.0x是全长插槽 这一次的PCIe 1x16显卡插槽 位置往下挪夺一个槽位 看似会影响显卡的散热 但我实测了在常规的中塔迹象里头 温度的影响也就差不多2度左右 但换来的是解放了CPU附近的空间 这个散热器时会更加友好 同时也把三条M.2插槽移植在显卡上方 才抓M.2 SSD10的体验也会获得很大的提升 我个人是觉得值得牺牲显卡的这两度温身的 另外ROG在显卡简易安装这一块又做了一次升级 现在主板已经不需要任何的按钮给显卡插槽进行解锁 而是只需要在显卡头部这一块按压取出即可 如此的显卡安装体验确实是我目前体验过最好的没有之一 即便是在机箱内也能够轻松的取下显卡 甚至只需单手就能操作 而且也不用担心显卡会无法稳定固定在显卡插槽滑落出来 我试过只要不在显卡头部这里按压实力 那么显卡基本是不会从插槽滑落出来的 我原以为过去ROG推出的显卡J1插槽按钮 已经算得上是值得市场所有主板厂家进行学习的设计了 没想到在绝大多数主板都还没添加这个插槽按钮 ROG自己又在改进这部分的体验 我甚至都觉得之前的节翼拆转按钮反而体验不好了 接着来到M.2扩展接口 ROG Strix S8701-1一共给到了5个M.2插槽 有3个是CPU直列的PCIe 5.0x4 设计在显卡上方的位置 而显卡下方的则有2个是通过S8701芯片组扩展的PCIe 4.0x4 这一次更多需要介绍与注意的点 基本都在上方3个CPU直列的PCIe 5.0x4 M.2插槽上 而这边需要注意的是 其中有两个M.2插槽在使用的时候 都会将PCIe 5.0x16的显卡插槽拆分至成8 唯独第一条PCIe 5.0x4 M.2是独立不会拆分的 但第一条M.2并不是在最上方的这一条 而是最右边带散热快装设计的这一条 说到M.2散热快装 这个M.2插槽的散热器是能够实现缅螺丝快拆的 体验非常好 但也就只有这一条是有免螺丝快拆的设计 其余的4个M.2插槽都是需要拆卸螺丝的 稍微有点可惜 但M.2 SSD的免螺丝按压安装则是所有M.2插槽都支持 这点倒是比较好的 同时也升级了安装设计 是采用按压固定的方式 比起上一代旋转固定确实也会比较好一些 M.2规格的兼容部分是 只有最上方的PCIe 5.0层 而在最上方的PCIe 5.0 M.2插槽这里提供了一个滑魁设计 能够依据SSD的长度进行滑动调整 无需通过螺丝替换固定处 同时也自带按压固定设计 依旧能实现免螺丝固定安装 这套滑魁电也能够在其他的槽位使用 也在主板的附件项里提供了备用的滑魁电 至于其他的接口我这里就简单的贵便 SATA接口给到了4个 PWF风太接口一共有8个 分布在上方4个 下方4个 5V占在ARGB接口为3个 上方有1个 下方有2个 USB2.0扩展接口有3个 另外像是数字检测debug灯 板载开机键和Flexkey 也依旧是SYS-E系列原有的功能 这次的SYS-S8701-E自然也不会落下 刚才好 各位介绍完这一块 ROG SYS-S8701-E Gaming Wi-Fi 接着出身来进行实测了 测试的CPU为Ryzen 9 9950s 搭配的散热器是ROG U-GEN 龙神三代 360 水冷 机体内存是QuashX 海盗床搏镜统治者 DDR5-6704-C32 机箱和电源是来自Digpo9-SYS-560 Digital 以及PS850-G850W金牌电源 在开始进入到测试前 这里也要提一下关于这次ROG S870系列的BIOS改动 第一个就是BIOS的图形化进行升级 能够支持1080p高清图形化显示 你们就看这个采集卡录制下来的画面 的确比起之前的BIOS画面清晰了不少 再来就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Q-Dashboard功能 进入到里头会实时显示主板哪些接口处于使用状态 同时还能够点击这些接口直接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比如PWF风扇调速以及PCIe接口的协议切换等 这个功能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 特别是对于新手玩家能够完全监视主板的接口状况 以及更好的找到进阶调整的功能 体验确实也会有明显的提升 介绍完BIOS的改动后 那么首先来测一测主板的供电性能 在Ryzen 99950X固定全核心5.4加5.3G 电压1.28V同时关闭FBS512指令吉 进行30分钟的FPU压力测试下 此时的处理器功耗来到了280W左右 通过热成像以观察供电区域的温度表现 最高也就63度左右而已 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 感觉我是白测的 然后就是进入到记忆体内存的测试了 我对比了使用同一颗处理器 以及同一套记忆体内存 分别在S6701-1和S8701-1仅开启 Export 3模式下 进行IW64的Memory用Bashmark测试 可以看到S8701-1不论是带跨表现还是延迟 均比S6701-1更好一些 估计是得利于Netoplet技术所带来的结果 另外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其实早在600系主板上 ROG就在记忆体内存时序调整功能里 加入了调试预设的功能 你可以套上对应颗粒款式的参数作业 经过测试确实有提升那么一些 只不过这个功能还是隔壁家做的更好一些 但起码ROG还是给了你这部分的选择 不过这一次我更好奇的是 我这套海力士AirDyte颗粒的套装 能不能在AMD平台里开启DDR5-8000 这套套条之前我测试过最高只能勉强上到DDR5-7600 7800MHz我是一次都没成功点亮过的 这次就试试看好了 经过一方的调整 确实能够成功点亮DDR5-8000 但Memory Benchmark的测试成绩嘛 我还是乖乖用回6000-6400好了 此外ROG系列的AMD主板也有独家的Denomid OC续细细功能 能够在不影响单核性能表现下 手动设置处理器在满载下的全二星频率与电压 经过简单的调试与测试 这颗Riser 99950X在启动Dynamic OC续细细后 进行Cinebench R23跑分测试 能够保持单核性能得分几乎同等的前提下 而多核性能有着明显的提升 整体提升来到了7% 但温度明显比起末日只开启PBO10低了15度 温度的影响才是自变的 这次的RG Series S8701-1 Gaming Wi-Fi主板 总的来说我觉得它又一次更加接近Quash X HERO系列了 甚至是有小幅超越上一代Quash X S6701 HERO 这一点在过去是比较难会看到的 特别是这一次的S8701与S6701芯片组之间的差异 其实也就只是在相同的通道数下强制增加USB4接口 因此S8701-1在功能性上能比S6701 HERO更优秀 这确实是给到我惊喜的 当然是和这块主板的族群必定是高端的发烧级用户 因此必定是和性价比站不上边 但如果你问我 我会觉得就现阶段来说S8701-1会比S6701 HERO更值得选择 更别说它还比起后者便宜了不少 以往绝大多数人选择ROG主板 要么就是选择最基础的Street F系列 或是白色版的Street A系列 不然就直接充满血的Quash X系列 反倒是Street E系列在过去一直都是不闻不果的 这一次我是觉得这款Street S8701-1的确是有比较多的亮点 当然缺点还是比较明显的 最个硬的就是两个PCIe 5.0 M.2和显卡供应的通道的情况 但我觉得这个缺点更多是来自AMD S8701的芯片组本身 在S8701这个相对不够完美的芯片组能做到这一个分配结果 我还是能接受的 除了这个缺点以外 其他大致上我个人还是觉得做的挺完善的 不论是快转设计还是USB接口的布局 至少我都觉得发挥的挺完整的 没有那种很遗憾的感觉 当然我相信更多观众期待的是之后推出的B850和B840系列的主板 无奈这两款芯片组据说得等到2025年头才会亮相了 我是很期待主板厂家能在这两个芯片组做出什么花样 特别是B840的主板能卖到什么价格 这直接关注到之后AMD平台的装机量 非常期待B840主板能给我些什么样的惊喜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赞 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